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近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团19大代表出席大会 上午10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阿东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起立 高唱国歌 全体高唱团歌 随后 八名少先队员向大会献词 蔡奇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书写壮丽青春篇章的致词 蔡奇在致词中表示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团十八大以来 共青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全面从严管团治团 团的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不断增强 引领力 组织力 服务力不断提升 蔡奇表示 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运动 从来都是在担当时代使命中彰显青春的使命 在推动时代进步中实现自身的进步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党的中心任务 也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鲜明主题 共青团要时刻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谋划和推动工作 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壮丽篇章 阿东代表共青团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动员引领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团结奋斗的报告 报告分为在革命性魔力中奋进的中国共青团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担当等十个部分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9号的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表示希望布林肯辞访为稳定中美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布林肯 两人握手合影 随后举行会谈 方议主任和清刚国务委员和你 我知道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总体上双方谈的是坦诚深入的 中方是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 我和拜登总统在巴黎道会晤时候达成了共识 双方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 达成了共识 这很好 国与国交往总要相互尊重 一诚相待 我也希望国务卿先生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世界在发展 时代在变化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应该得到重视 各自取得成功 对彼此都是机遇而非威胁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对中美关系现状感到担忧 不希望看到两国冲突对抗 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期盼中美和平共处 友好合作 两国应该本着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处理好中美关系 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 确定性 建设性 习近平指出 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 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同样 美国也要尊重中国 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塑造对方 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 中方始终希望中美关系 能够健康稳定 相信两个大国能够排除万难 找到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 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力 坚持两国元首巴黎岛会晤 达成的共识 把有关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 让中美关系稳下来 好起来 布林肯转达拜登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表示拜登总统相信 美中两国有责任和义务 管理好双边关系 这符合美国 中国乃至世界的利益 美方致力于重回两国元首 巴黎岛会晤确定的议程 美方遵守拜登总统做出的承诺 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 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期待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 保持畅通沟通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寻求对话 交流 合作 习近平请布林肯 转达对拜登总统的问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结束两天的访华行程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 19号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表示中方在会见会谈当中 重点阐述了六项内容 也讲清了当前中美关系困局的 症结所在 双方现在也达成了一些 积极的共识和成果 同意落实两国元首 巴厘岛会晤时确定的共识 杨涛表示 中方同布林肯的会见会谈 是坦诚 深入 建设性的 中方在会见会谈中 韩中联阐述了六项内容 一是讲清了当前中美关系困局的 症结所在 中方指出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建交以来最低谷 这种状况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 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源在于 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 制定错误的对华政策 二是指出了中美关系历经波折 美方有必要深刻反思 美方应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与中方相向而行 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共同管控分歧 避免战略意外 应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主席 和拜登总统巴黎岛会晤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 指跌企稳 重回正轨 三是提出了稳定中美关系的 方向和路径 中国致力于构建稳定 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中美双方要以负责的态度 扭转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 共同找到中美在新时期的 正确相处之道 当务之急是把两国元首 巴黎岛会晤共识 真正落到实处 根本遵循是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 四是阐述了中国发展振兴的 历史逻辑和必然趋势 介绍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 敦促美方不要拿国强壁坝的模板 来镜向中国 不要用西方传统大国 走过的轨迹来误判中国 武士重申了中方在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上的底线红线 中方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 也是最突出的风险 敦促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明确反对台独 要求美方停止炒中国威胁论 取消对华非法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 不得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六市达成了一些积极共识和成果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双方同意落实两国元首 巴黎岛会晤时确定的共识 回到会晤确定的议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19号召开个人记者会 总结他上任之来的首次访华之旅 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 布林肯就说 美国不寻求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 也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 另外他也透露 未来几周将会有更多的美国官员访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晚 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记者会 总结自己的访华行程 现场有60多家中外媒体出席 布林肯称自己同中方官员 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 此行访华达到了加强高层沟通的主要目标 不过美国在高科技经贸等领域 对中国采取了系列限制措施 遭到中国强烈反对 也让中国质疑美方寻求沟通的诚意 布林肯在回答本台提问时就明确指出 美国不寻求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 也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要做一个很明显的分析 我们要做一个很明显的分析 我们要去中国和抗拒绝 而去抗拒绝 我们要做一个很明显的关系 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当时是正确的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国家在全世界上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 两天的会谈中 中美双方也多次谈及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重申 美国不支持台独并期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多次谈到了沟通的重要性 他也表示在这次自己的访问期间 双方做到了直接的坦诚的沟通 来管控双方的分析和矛盾 他预计在未来几周 双方将会有更多的高级官员实现互访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9号的晚间 已经结束了两天的紧凑访华行程 总统拜登在回应布林肯此行时 也赞扬布林肯做了了不起的工作 也说到美中关系正在走向正确的道路上 那布林肯北京之行取得了进展 当地时间19号 拜登在加州结束一场气候活动后 回应媒体记者提问时 为布林肯的两天访华之行下定论 认为此行取得了进展 拜登说美中关系正走在正确道路上 他又赞扬布林肯做了了不起的工作 法新社评论称 这是拜登对布林肯访华进行了积极回应 美国彭博社也称 布林肯访华后 拜登称赞美中关系在重启方面取得了进展 白宫说布林肯北京之行 与中方进行了坦诚实质和建设性的会谈 白宫发言人又说 拜登一直密切关注和掌握布林肯的行程动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认为 布林肯此行可能是美中迈出的至关重要一步 布林肯指出 美国在引导关系重回正轨方面取得进展 双方同意有必要稳定两国关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去一家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在6月27号出席 在天津举行的第14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那么就在期间 李强也将会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会见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 史瓦布等外方嘉宾 并且同世界经济论坛的企业家代表对话来交流 此外出席论坛的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 蒙古国总理奥云俄尔登 新西兰总理西普金斯 以及越南总理范明正 都将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另一方面 中国务院总理李强 19号的晚间则是在柏林 与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了工作晚宴 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在李强抵达了德国总理府 而舒尔茨就亲自的在门外迎接 最后举行了工作晚宴 两个人将会在20号举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而李强抵达德国时发表了书面讲话表示 第七轮的中德政府磋商 是两国新一届政府组成之后的首次全面对接 那么中方也愿本着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互利共赢的原则同德方坦诚深入交流 深挖合作潜力 要妥处分歧和差异 充实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为维护国际产工链稳定和世界和平繁荣 发出积极有力的信号 在柏林访问期间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下午和11位德国企业家进行查序交流 李强说希望听到德国企业家们的真实看法 包括对于中国经济 以及欧洲现在比较热的所谓的降依赖去风险的讨论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下榻的酒店与德国工商界代表面对面交流 包括西门兹董事长伯乐仁 大众董事长奥伯木 巴斯福董事长伯木勒 宝马董事长吉普策等11位德国最重磅级的企业家 李强说自己上任首次出访选的德国是看重看好中德关系 20号自己将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主持中德政府肩磋商 双方有20多位部长出席 他相信自己的这次访问一定会巩固中德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并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 李强也说在座的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总裁 身处发展最前沿有着最直观的感受 也会有独到见解 他在开场白中特别提到了自己最关心的四个问题 包括企业家们如何看待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走势 如何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后的发展前景等 我也想了解一下 各位对欧洲现在比较热的所谓的降依赖去风险 这个讨论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我今天上午也给德国的有关领导人和有关人士 做了一些交流 这个问题企业家到底怎么看待 因为今天我们很明确讲是个茶叙 希望大家宽松一点 我们能够讨论式的做些交流 之后茶叙进入到闭门交流环节 李强也说希望德国的企业家们能够畅所欲言 坦诚相见 他说与在座的多位都是老朋友了 在之前的会面当中也都是直来直去的 在上周德国发表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 将中国定义为一个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 而就在上个月包括德法在内的G7 一直认为要对中国的贸易去风险化 遭到公国强烈反对 凤凰卫视胡林陈奇德国柏林报道 中国院总理李强正在欧洲对德国和法国开展了访问 那么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 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也表示 李强首次的出访选择来到了德国和法国 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正在欧洲开展访问行程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表示 李强总理首次出访就选择了德国和法国 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发展中欧关系的重视 在国际局势动荡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 中欧领导人交往不断增多 再次向外界释放出双方加强对话合作 坚持互利共赢 携手应对挑战的积极信号 这次是李强总理首次出访 就选择了德国和法国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表示 中欧关系具有广阔的前景 中方希望双方关系不断向上向好发展 相信李强总理的此次访问 会是中欧双方就相关问题 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的又一次机会 也为双方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促进中欧各领域合作 创造机遇 中欧关系实际上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无论是在经贸领域 还是在政治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 所以从中国中方的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不断地促进双方关系的向上向好的发展 李强总理来出访德国和法国 出访欧洲 本身就是体现了中方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 我相信这次访问将给双方高层又一次新的机会 来进一步地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对表就我们当前群球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以及双方关系当中如何进一步地促进 向双方关系的发展 以及解决双方关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 方黄卫视李萌威 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讲完下的误局是最新动态 看到图表是根据乌克兰的媒体在20号的报导 加波罗热市的凌晨出现了爆炸声响 而当地的政府已经启动了空袭警报 那乌克兰的军方在20号的早上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 俄罗斯19号的夜间对于基辅和周边的地区 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 而乌军使用了防空系统把他们给击退 俄罗斯国防部19号也发布了消息说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一天内 消灭了630名的乌克兰军人 而知情人士19号对于俄通信社 而卫星通信社就说到了 俄罗斯的苏34前线轰炸机 获得了针对电子战设备的保护系统 而且有效地在乌克兰的战场 抵御地方的电子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9号表示 北约成员国还没有讨论正式地邀请乌克兰 加入北约的这个问题 乌克兰的反攻还在持续 乌军称已经夺回了扎波罗热州的村庄 皮亚提卡基 这也是反攻以来收复的第八座村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 在夜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 已经听取了高层的简报 至于乌克兰的反攻正在有序进行 没有任何挫折 至于西方的情报也显示 俄军很可能已经开始将 数千名的士兵还有空降兵 从地涅泊河的东岸的据点 调动到了加布罗热 还有巴赫木特来增援 昨天司机也提到了 乌方反攻将会形成压力 也让乌克兰的蓝黄色旗帜 遍布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 他表示了当天与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冯德莱恩通的话 双方讨论对于乌财政支持 以及有关欧盟对于俄罗斯实施 第十一轮制裁等议题 另一方面 泽连斯基也说 预计本周将会公布乌克兰 在执行欧盟委员会建议方面 所取得进展的中期评估 而泽连斯基也还将会与英国首相苏纳克 进行通话 那其实双方已经进行了通话 也讨论了前线的情况 那乌克兰的防御需求 以及对乌援助远程武器等方面的议题 欢迎一个焦点 再来关注到以色列军方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19号在西岸城市捷宁 爆发大规模冲突 八方向乙方投资大量的爆炸装置 而乙军则是罕见地出动了直升机开火 根据以色列媒体表示 这也是乙军二十年来首次在西岸 出动武装直升机 其实这一次的冲突也造成 最少有五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而当中包括了一名十五岁的青年 以及超过了九十人受伤 乙军则表示有八名的士兵受伤 以色列国防部发布乙军随身录像看到 特种部队19号清晨在西岸城市捷宁展开速度行动 期间特种部队遭遇枪击 随即开火还击 乙军随后已含有的出动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向空旷地带开火 驱赶八人枪手 以便再从运兵车上转移伤亡人员 据以色列媒体表示 这是乙军二十年来首次在西岸出动武装直升机 在历史十个小时的激烈交火中 有多名巴勒斯坦记者被困在捷宁的屋顶火线上 并记录了他们在交火中的遭遇 其中一名八人记者被实弹击中腰部 由救护车送院治理 乙军发表声明表示 乙军和边防警察部队当天早上在捷宁实施抓捕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时 与八方武装人员发生大规模交火 八方武装人员向乙方投掷大量爆炸装置 乙军实弹还击 并出动直升机向八方武装人员开火 协助乙军撤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医院探望受伤的乙军 表示以色列正以力量和决心打击恐怖分子 最近几个月已经削减并逮捕了创纪录数量的恐怖分子 并称以色列国防军19号在捷宁的搜捕行动堪称典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人家掌握一下股市的最新动态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普遍的偏软 而日本股市在午后是下跌了大约是0.6% 那台湾的股市也下跌了0.4% 内地互生两市走出了互弱深强的行情 内地长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幅度低过市场预期 房地产股表现疲弱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 户指在中午报3249点下跌5点 跌幅是0.18% 白日成交2610亿元人民币 深城指在中午报11300点上升了26点 升幅是0.23% 白日成交4095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升指数低开49点之后跌幅扩大 并且失守了50天线 恒指在中午报19609点下跌303点 跌幅是1.53% 白日成交435亿港元 要关注一下是中国央行在20号是下调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一年期还有五年期的LPR是均调降了10个基点 而市场的分析师认为 这也将会对房地产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本次调降后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3.55% 五年期以上LPR为4.2% 均下调10个基点 目前中国统一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为4.1% 此次五年期LPR调降后 统一房贷利率下限有望突破4%关口 市场分析认为 这将对房地产市场起到一定支撑作用 某种程度现在房贷基本上都是五年期的这样的贷款利率 那我们确实也注意到房地产行业 这个五月份最新公布的房产开发投资的降货 是又有所扩大 那怎么样能够稳住房地产企业在GDP当中的一个占比 那也是通过信贷也好 通过一些支持性政策也好 那里面我想这LPR也同样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为你放在银行里面这个利率比较低 那我还不如拿出来做一些投资 这个会有一些帮助 但这个帮助如果要量化的话 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比方说我们注意到这个降息之后 这个两市的成交量放大了 从一万亿元以下到了一万亿元以上 某种程度也说明大家的投资热情有所升温 那这一点我认为对股市是有一定的这个积极作用 为了推动经济复苏 中国央行2023年以来采取低利率宽流动性的组合措施 机构普遍认为 此次全面降息或将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促进企业融资成本下降 进一步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凤凰卫视黄达亮掌声音何超上海报道 而为了庆祝七一香港回归26周年 香港特区政府以及公营机构 会带头推出多项的优惠活动 要让市民开开心心的共庆香港回归 相关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王金璐 他还邀请到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周浩鼎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金璐您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 好的主播 我们留意到今年香港七一庆祝活动中 和以往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有大量的优惠活动在 那这样的一个优惠 对于整个社会系统会起到一个怎样的带动作用呢 实施过程中又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去注意的 让流程更加顺畅的 对此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周浩鼎 周议员为我们带来相关讲解 议员您好 您好 那您觉得今天宣布的这样一个优惠措施 对七一当天的整个气氛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其实我是非常宽宁 现在这个七一这个庆祝的活动啊 投入啊优惠 我觉得这一次跟以前不同 因为最近这几年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有限制 现在这个优惠呢是翻开了 我们就是没有限制了 疫情过后了 服藏了 我们就有这个大规模的优惠 给使我们去清除这个七一 而且呢很重要 这个也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因为这个是大动整个社会的气氛 拿到了一些优惠以后 大家可以到哪里去玩 去玩的时候又可以大动整个消费竞技 还有大动社会气氛 我觉得这个方面呢 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留意到不仅是康文署 公共交通包括十四方面也会有优惠 那您觉得实施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可以让流程更顺畅呢 我觉得现在政府都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公共交通工具啊 那个康文署下面的一些场所都免费 不过呢有个信息要可能希望政府那边 尽快公布这是哪一些餐厅 哪一些的一些零售的地方 苏友这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 可能尽早一点告诉我们的市民 那他们可以尽早就揮挂好 七一当天到哪里去消费去玩 好的也谢谢周议员的分享 那听了之后啊 真的是更心动了 也更加期待今年七一的一个到来了 更加提醒市民朋友们啊 不要错过今年的优惠活动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目前掌握到的相关情况 下面先把时间交款给主播 好再一次谢谢两位 接下来关注一下 香港疫情现在已经降温了 那八个俗称方舱的社区隔离设施 在高峰期为疫情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如今大部分已经是被闲置超过了一年 未来他们将何去何从呢 跟随我们的记者脚步一起来了解 明星演唱会 美食市集 艺术装置展览 近来接二连三的大型活动 让香港社会又恢复了以往的活力 似乎已找不到疫情存在的痕迹 但有这样一些建筑物 作为香港新冠疫情最严峻时刻的见证者 还静静地躺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反扑香港 单日确诊人数曾高达8万 中央出手援建六个方舱医院均在当年三月陆续落成 加上位于竹高湾及启德的社区隔离设施 八个方舱共能提供约五万个隔离床位 随着疫情持续回落 去年五月六间中央远港方舱医院正式停止运作 转为备用 今年三月一号竹高湾社区隔离设施停运 成为最后一个关闭的方舱 在去年八月才正式启用的启德社区隔离设施 已在今年一月转为备用 如今这里已经闲置将近半年 现场是一片寂静 只剩下零星几名保安人员正在看守 而可以看到方舱的楼面和设施都是比较完整且崭新的 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早前已被委派 统筹并检视各个方舱未来的安排 但时至今日 唯一被确认用途的只有位于元朗谭伟道的方舱医院 预计将在今年十月改建为建造业的外劳宿舍 可容纳约八千人 而启德社区隔离设施临近海滨景色优美 早前有消息指 当局计划将其改建为青年宿舍或简约公屋 以低于市价的租金为青年及市民提供更适切的居所 但有地产界人士及青年组织负责人都指出 方舱周边发展仍未完善 希望改建的同时可以加强交通配套 此外 部分方舱所用土地是由发展商借出 因此也有经济界人士认为 当局应对闲置方舱进行轻拆 将地皮归还给发展商做原本的建设用途 实现土地的经济价值 不过也有医疗专家提出 虽然疫情在有大规模反弹的几率较小 但仍应适当保留一到两个方舱医院做隔离用途 未雨绸缪 闲置方舱到底该何去何从 还需要等待特区政府给出确切答案 记者已就相关事项向发展局提出查询 但截至发稿前仍未收到回复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兴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 鼓励他继续积极促进中比中欧友好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一大批珍稀宾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而大熊猫已经从宾威降为亿威等级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毯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也将会为世界提供更多的机遇 为全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比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的长期努力和无私奉献 也相信董博和其他的友好人士将会继续地散播友好的种子 吸引更多的民众 特别是青年一代 踊跃地投身友好事业 为中比中欧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0号表示 海关总署决定自即日起 恢复台湾地区翻力支输入 国台办愿继续为恢复台湾农鱼产品输入大陆提供帮助 朱凤莲表示 近期台东线方面提供了部分业者的整改情况 经过综合评估海关总署决定自20日起恢复台湾地区翻力支输入 输大陆翻力支需要来自获得注册登记的包装厂和果园 而因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翻力支中 检出了大洋屯纹粉戒等检疫性有害生物 大陆海关从2021年9月20号起暂停台湾地区翻力支输入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炎等人士多次向大陆有关方面表达 恢复台湾翻力支输入大陆的强烈愿望 并且组织业者进行整改 至于国民党的大选参选人侯友宜近期的声势低迷 他19号的晚间到了台湾大学演讲 被问到民调低是不是会退选呢 侯友宜强调自己绝对不会放弃 打死不退 而在演讲当中侯友宜也首度提出政策的四大方针 并且就两岸关系提出四个坚持 强调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侯友宜19号晚间到台湾大学演讲 谈及台湾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首度抛出居住正义 军事自主 两岸和平与稳定能源的四大方针 并针对两岸关系提到四个坚持 蔡英文总统走向四个坚持 我也讲四个坚持 民主自由的坚持 人民福祉的坚持 还有一个两岸和平稳定的坚持 这一点蔡英文总统不敢说出来 我说了两岸和平的稳定 才是这个坚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由于侯友宜之前到政治大学演讲 遭批打非所问 严重伤及选情 这次侯友宜全力备战 希望扭转青年学子对他的负面观感 如果未来的一个月 你的民调还是最后灭 然后没有隐灭 那么你是不是会婉拒国民党征召 让给郭董 我从来没有记怕过 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只要设立目标 我都永不放弃 这就是我的态度 所以我也坚持到我最后 绝对不放弃 怕死没得 对 面对学生提问 侯友宜直求对决有问必答 并强调若当选会恢复特征组 追查民进党执政八年的弊案 八年的弊案 八年的问题 做不做 我上次就做 不但做 比特征组还做得更彻底 一个都不放开 一个都要好好的侦办 侯友宜要展现刑警破例 发挥优势 争取更多的选票 侯友宜继续上一回 在政治大学时的教训 这一次慎重准备 面对学生的麻辣提问 是见招拆招 正面回忆 要挽回年轻族群的青睐 凤凰卫视 彭世廷金敏怀台北报道 另一方面 台湾斥资217亿元台币 向美国购买4架MQ9B无人机 传出抵台之后 将会把争获的资讯 优先交由美军使用 另一方面 现在这台军智库也揭露了 日本的战略研究论坛 今日是派员访台 宣称在7月将会在东京 举办首次的美日台兵推 台湾花费217亿元台币 向美国采购4架MQ9B无人机 传出无人机装备 在2027年抵台后 将有美方人员随同进驻花莲 而无人机争获的资讯 将由美军优先使用 用高价非常高的价 买了无人机替美国打工 替美国做看门工 去美国做侦查的工作 这个全世界我想 像台湾这样当凯子 当冤大头的 一定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台湾军方否认传闻 不过与此同时 台军智库在社交媒体上揭露 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秘书长 常野离子日前率团访台 预告7月将在东京举办 台海危机兵推 宣称是台美日首次非官方兵推 我觉得日本要嘎一脚 那不需要台美化的 还有更好的方法 两岸多交流 多交流可以马上 台湾海下的安全 针对MQ9B无人机 传出台美日也将共享侦查的 及时请资 但台湾军方否认 凤凰威士兰金图 柯志强台北报道 新西兰奥克兰市 在19号晚上 三家中国餐馆 发生了连环袭击事件 一名男子走进餐馆 用斧头等武器 随机袭击餐厅的顾客 造成了四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涉案的24岁男子已经被捕 警方指出 嫌犯是一名华裔公民 暂时没有证据显示 嫌犯作案是出于种族仇恨 他被控故意伤人 造成他人严重受伤 将会在20号的早上 就会提膛 发生时期的参加餐馆 已经是遭到了警方给封锁 而消息说 嫌犯作案的时候 表现非常的冷静 用不包起斧头等武器 走进了餐馆 随机的袭击顾客 而顾客争相的走壁 也有顾客是试图要制服嫌犯 情况一度混乱 而目击者表示 与有人在其中的一家餐馆用餐 突然之间看见了嫌犯走进 拿出斧头袭击他的朋友 而伤者全部送医 警方表示 三个人伤势是中度到严重 而其中两个人情况稳定 其余一个人已经出院 再来关注到苏丹战争 进入第三个月 超过2000人死亡 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 外界也担心 这将会变成持久的内战 中方代表 在第53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就赋予人权理事会 支持非盟的作用 依靠地区机制 来解决苏丹问题 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 代表陈旭 在发言中呼吁 人权理事会支持非盟的作用 依靠地区机制 解决苏丹问题 尽管苏丹国内环境错综复杂 但苏丹政府仍然致力于保护人权 坚持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 值得肯定 遗憾的是 苏丹政府在人权领域所做的努力 没有在报告中与全面反应 人权理事会应当支持地区组织 发挥建设性作用 避免使局势更加复杂化 未经当时国政府同意 设立国别机制 无助于改善当地局势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大会上要求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 立刻停止战争 敦促国际社会建立人道走廊 让所有平民安全离开冲突地区 目前有超过210万苏丹人远离家园 其中52万8千人已经逃往他国 凤凰也是张柏蒂 瑞士 日内宝报道 要带领走一趟是伊朗东南部的科尔曼省 这里也是伊朗面积最大的省份 也是矿产资源最多的地方 这里有着42种不同的矿产 那么其中铜矿 铁矿 还有煤矿 是科尔曼省的主要矿产 占据了全国矿产的82% 我们的记者最近是受要参观了科尔曼省 请看他发自回来的系列报道 伊朗所拥有的铜储量占全球的第五位 而且未来对铜的需求也是会不断地增加 所以伊朗的专家认为 现在伊朗最缺的是先进的设备和资金来增加产量 所以未来伊朗和中国的合作前景是非常广阔 具有很大的潜力 这次来科尔曼采访 遇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伊朗国家同一公司副总裁 贝赫查德拉哈马提 他管理的三切美铜矿生产基地 是伊朗最大的铜矿生产基地 也是世界第五大铜矿 有19000名工人在这里工作 6年前 证明制裁无法打败我们 最近报道伊朗在萨切美铜矿综合区的 萨鲁顿铜矿将于下个月开始开采 据称这个新矿是中东和北非地区 储量最大的铜矿 约含有30亿吨的铜矿石资源 拉哈马提告诉我们 伊朗拥有储量丰富的铜矿 也需要投资和秩序 伊朗和中国在空中里的合作 将是好多变异 凤凰卫视 纽约正凯木森 克尔曼省报导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个时段了